因為大家都有在看影片 今天就算你沒有錄影,你也在看 那就要問一下各位 我們在這邊是不是都會有看過這一種 那你應該知道數字越大代表什麼? 畫質越好 也沒有超過720的 有 對不對 但是 請問這個數字 代表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我會在這邊考 好像 好,你選好答案之後呢 上面這裡有一個叫提交結果 好,有一個提交結果 現在用各位的進來之後,有沒有上面有一個叫提交結果 你就按下去確定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看大家回答的情形 我有開放統計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進度 這裡有一個叫進度 按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每個人答題的情形 有沒有,第四題 現在都還沒答 好,第四題 是不是很多人都進來了 對不對 這些 這樣都可以看得到好嗎 OK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現在呢 大家都已經回答差不多了 你看 但是我剛講過 打勾不代表正確 只是有交卷 我們點進來 看一下大家 統計情形 喔 果然也還算 符合預期啦 因為呢 答案最多的是 其他 對不對 真的老師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不會考你那麼難的 好嗎 好,所以這個錯 然後呢 寬度的 當然也不行嘛 所以你知道 少數人有時候比較聰明的 都是只有少數人 不要用那個 用那個 以數量 投票的 這樣不公平 有遠見的 跟沒有遠見的 有差 沒有看一下 就是 其實正確的 是影片高度 真的 因為呢 我們所看到的 剛剛我們 看了這一題 他的是什麼 你看這邊 你打開之後 我們剛剛講過 其實各位 有沒有比720更高的 有對不對 那 現在呢 如果你到YouTube上去 比如說我這邊 我就直接進到YouTube裡面 最多的 我們YouTube上最多的 目前 是幾K 8K 你可以打一下8K 你就會看到 有沒有8K的 點進去呢 這樣子 好 他撥他的 我們來看這裡 來看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 後面好多 對不對 那你看一下 從720以上 是不是都是HD 所謂的高畫質嘛 那麼 240指的就是 320 乘以240 大約是我們BCD的品質 因為我們BCD 在台灣用的是 美規是352乘以240 然後呢 你再上去這個是 640乘以480 也就是一般 網路上你比較可能看到 部落格文章 或 裡面是會 砍入一些影片 可以是這個 或者是560 另外也是560 那麼這個的話呢 是720乘以480 這個就是DVD的品質 DVD的品質 從這個以上 就是1280 乘720 再上去就是 各位電腦 用電腦最熟悉的 1920乘1080 再上去一樣 就是 16比9 像這樣 一直上去而已 所以呢 超過這個 就是 高畫質 另外一個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在這邊 其實還有一個 你不覺得後面都有P嗎 有沒有 到底P要幹嘛 跟選舉沒關係 對不對 這個 還有 除了看過這個 有沒有看到後面還有個60 看影片 大家都只看這裡 沒有人家看哪裡 對不對 所以問這個好像不 好像不合理 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4K的好了 你看這邊 這裡 我看看這裡 這裡沒有 那我找一個啾啾鞋的 你找到他的 我們看一下 因為他在台中 他在台中 不管我們看哪一個 這裡我們打開 你看這裡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60 對不對 跟剛剛那裡不一樣 就是 這個是播放影片的速度 我們一般沒有的就是 是24格或29.97 好那如果他有更高的就叫60格 代表說他 影片的更細緻 因為他用比較高的速度錄下來的 比較高的速度錄下來 所以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有齁 所以就算今天你不開台 不玩OBS 這個也要知道一下 對不對 因為 我們一般錄影的話 會建議各位 如果您是錄所謂的教學影片 或網路上要看的 我們通常建議就是你現在錄就是 錄HD以上的 也就是 至少要到720 1280乘720 或者你要1920乘1080 這樣會比較好 就是比較小的 可能就 不太適合了 因為現在 都已經是高解析度的時代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事跟大家 再補充說明一下 你也可以 就是留意一下 到底這個 代表是什麼 有什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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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